一個月五萬十萬 過十萬多 就是共產物事件壞事 會不會AI越來越發展 讓AI來表現 AI不會有事情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啊幼稚園的話題在我們台灣很夯 所以今天我們來聊一下這個幼稚園的話題 順便來聊到現今的我們生一個小孩 養育成本到底是多少 然後他跟幼稚園又有什麼關係 你的人生計畫總是有小孩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很好玩你在不同的階段 在不同的年紀會有不同的想法 為言打死不要小孩 現在如果遇到對的人那個時間是OK的話 我會想要有一個人 還是你會想說一男一女 這個要先有一個之後才確定 想要有下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也沒有必要這樣 霧面小孩子都是惡魔 我們自己以前也是小孩啊 你越貶低小孩越貶低女孩 過去的事情 我們以前都是惡魔 我自己的話是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都不覺得我自己會生小孩 因為自己都養不起了 昨天才跟我媽講電話 然後就聊到說 你們以前帶什麼 兩個小孩四個小孩 然後把我們這樣拉拔長大 很莫名其妙耶 我這麼說吧 我外公生八胎 我爸那邊生兩胎 但是那個年代 我阿公比我外公有錢太多了 那為什麼我阿公才生兩胎 因為要趕快有越多小孩來養家 來務農也好 趕快出去找工作也好 來分擔家計 以前那個大家在充經濟嘛 那個年代就是 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 我哪有時間教育小孩 那我所有看這個 台灣生育率問題 低下這個是不真的事實 但我覺得 這並不代表說我們台灣經濟很差 那如果真的是台灣經濟很差 造成這個問題的話 那非洲為什麼生育率那麼高 南美洲生育率怎麼那麼高 歐美人生育很低 日本也很低阿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我們這個世界高發展國家 真的需要這麼多人口 來跟我們地球搶支援吧 當然不否認生育率低下 經濟部分有影響 物價太高 然後養育成本太高 這個養育成本太高 其實有一個問題是 以前我們爸爸那個年代 他們可以不吹冷氣 可以不用平板 可以不用一些額外的享受 但現在的孩子 你必須讓他有這些東西 他才可以過得很爽耶 以前我們的玩樂是比較 成本比較低的 物慾很低啦 我給你一個窩窩頭 你也可以吃得好 那現在你給孩子吃窩窩頭 你會被虐了 因為育兒成本很高的 一個其中的問題也是 我們的生活品質提升 我們想要給孩子更好的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 心理因素也有比例的 就是我今天真的自己身起來好 我也會想要給他 現在最好的娛樂方式 但是如果你要弄以前 我們父母或是我們阿公阿嬤 養我們那種方式也可以 但你可能會被人家說你約同 人家會覺得你是不是不按理小孩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看回目前台灣 那台灣呢 因為最近幼稚園的話題很寒 然後我們也是稍微想去了解一下 因為很多人說什麼 0到6歲國家養 不是我們都要養 有這個危險喔 結果還是想說我們去了解一下 就0到6歲這個階段 到底花多少錢 那我們假設就是 我們就只剩一胎的狀況下面 其實幼稚園它還蠻有趣 因為我不捨五百元 這輩子我跟幼稚園是無關的 那我就去了解它 反正其實我們幼稚園分為四種 第一個就是最基本國家的 公立的一個幼兒園 那當然就是最便宜 下面一個呢 它是非營利的 就是我政府 我可能出地 因為公立就是什麼都是我政府的人 就是一般一般 對對對 那等非營利的話就是 欸我政府可能出地 可能我幫你裝潢得好啊 那你外面的老師進來 然後幫我做這件事情 等於你說 招商 你是我外聘的一個員工 半國營半年 對對對 對這一種 再來再貴一點點的呢 就是我今天完全是一個私利的 比如說我自己想開一個私利的幼兒園 但是我想跟政府去討論一下說 欸你幫我 我還沒辦法做那麼大 對外的那些學費什麼 我也不會給你收太高 但是你政府要幫我 這個的話是 私利跟政府之間的合作 它叫做 準公共化幼兒園 我的名字很多 但是它就是這個四個階段 最後一個當然就是私利 就是我們這個私發主角 這四個標準都不一樣 收費標準都不一樣 因為在我印象裡面 就只有公立跟私利 對但其實我們中間還有兩個 它各偏向的其中一個一點點 所以價錢一定就是越來越多這樣子 其實私利的急劇呢 拉得非常開 因為我查這樣發現 我原本也想說 欸剛才講到那個準公立的那一個 會不會收費其實也很高 但其實因為我們政府還是有補助嘛 雖然現在還沒有到0到6歲 真的完全幫你養 但是政府是有補助的 最便宜的公立的 你有抽籤到的 那個一個月一胎的話 你最高就是付1000塊了 然後你到了下一個 就是非引力 你就是2000塊 然後準公立是3000塊 這樣聽起來好像還蠻便宜的對不對 因為我支援暑假要上課嗎 這又有分 公立的會放寒暑假 我記得我以前讀私利是沒有寒暑假的 私利那個老師就是12個月都幫你帶 這還是有分 我真的想到我悲慘的童年回憶 對我那時候像你講有寒暑假 然後我有一陣子的暑假 那時候做爺爺家 然後我媽那時候剛好要上班 我爸那時候就是職業軍人 然後我爸那個時候好像去做一個進修 那一年就剛好我跟我姐就被我爸帶到 但是我爸完全沒有碰過小孩 他之前都是軍人 我小時候很少看到我爸 我那整個暑假和我姐 吃了整整兩個月的涼麵 我爸也不知道怎麼帶小孩 就買了一堆涼麵放冰箱 所以肚子後繼續吃 肚子後繼續吃 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就是爸爸媽媽可能不會帶小孩 所以希望家裡專業 但專業的每一看的時候 小孩子就完蛋了 但我還是覺得 畢竟小孩是自己的啦 不管外人再怎麼幫你照顧你 跟小孩子那個親疏的 我覺得會有影響 對 回到了我們的幼稚園 其實如果你很幸運有抽選到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花費好像沒有想像這麼可怕 我原本以為養一個小孩 可能我一年要花 可能四、五十萬好不好 對 但結果我剛才上網做了一下工作 發現其實這之中 我們先撇除掉視力你看 最貴的好像也就三千乘以十二 三千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一定還會有一些可能交通費啊 什麼零零落落的加一加 但是我相信一個月可能可以控制在 至少五千到一萬之間 但是如果你今天沒有抽選到了 喔那就很可怕了 最便宜最便宜的私利 我上網看到的 一萬算便宜 而且是不包含什麼註冊費什麼 就單純的月費一萬算便宜 你真的要貴的話 那什麼雙魚啊全美魚的啊 一個月可能五萬十萬 或十萬的都有 所以你覺得現在是因為幼稚園太貴 還是說他們提供了服務太多 家長不需要這些服務 比如說什麼提供什麼雙魚 這是家長想要的嗎 我覺得如果是你今天收入還不錯了 你可能就會希望我的小孩從小上 經營教育做好一點 可是現在有一個我覺得是台灣父母的難題是 我可能不想要這個服務 但是他沒有其他不提供這個服務的學校 因為我抽不到 所以私利沒有 就是那個幾句一下拉抬開 就變成說我沒有抽到的狀況下 我就是必須咬著牙 就是你這個中間選擇太少了 當然很多人會說阿你就自己養 但是我們要回到一個最現實面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都是雙心家庭 因為以前可以爸爸或媽媽出去工作 家裡的一個家庭主婦或主婦都這樣子 但是現在幾乎每個都是爸爸媽媽都要出去工作 然後阿公阿嬤會幫忙帶也比較少 就是對父母來說一定是希望說 好我今天至少花錢是可以找到一個專業的人 我想理解一下 我們去幼稚園是想要讓小孩子去學習的成分比較多 還是只是找人幫我顧小孩的成分比較多 因為一定都有拉 可是每個家長可能出發力不一樣 你一定是偏向哪個分多的 如果以我現在我自己沒有生小孩 可能下方的觀眾朋友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都沒有小孩 我自己覺得現在的父母應該是 托育的成分高一點點 因為其實在家裡是會跟小孩子互動 像我阿姨她就是小朋友完全沒有送幼稚園 她真的在家可以小孩子 所以其實你說她很希望她去裡面學到什麼東西 那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他們對於教師 不管是幼稚園教師還是郭小教師 對教師的信賴度還是有 她知道教師可以教他們什麼東西 那變成說就是如果送過去 我可能就很單純的希望說 在這段時間我可以很安心的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工作 那我花一點點的錢 或者是花很多的錢 但把我的小朋友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然後是有保障的 但是我們最近幼稚園這麼夯呢 就是發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彩虹想法 所有的家長都是應該是我剛剛那種想法 就是不管是我是為了脫育或者是為了教育 都是希望把我的小孩送到一個安全 然後有保障的地方 我可以安心的去做其他事情 但是我今天花了錢然後我有小孩 發生這種事情我會超不高興的 很好奇的就是有看到很多小網在噴我們 台灣就有這個事情 爆出來了 我們新聞媒體有在追 各政黨各界也有在做這個檢討 就是可能力度 比他一樣的 不一樣 但不管怎樣這件事情是有被我們 全台灣這個國家來討論的 所以像剛剛我們有討論到就是這一次 這個彩虹藥水事件 我覺得其實到最後面 它被炸起來是後續的那些處理官僚之間的那個 一直沒有辦法讓家長信服說 當然最主要原因還是那個老師 他們自己的問題 但是你後續政府處理的程序 還有態度是有問題的 所以兩邊其實都有問題 像我覺得這個 不管是不是餵小孩吃這個採用糖 或是一些虐待小孩啦 其實我是覺得 台灣一直以來都有這個現況 我以前讀公立的時候 我就被老師踩頭 我還被體罰罰站 站到我直接尿褲子 因為老師沒有說我可不可以 我不敢 然後我尿褲子之後 老師還罵我 你尿褲子不會跟我說 我帶你去廁所 我不敢啊你都打我啊 因為我以前是讀私立的 所以我轉到私立 老師好像其實老師對我都還不錯 我轉到私立的就比較好 不過像你剛才講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會發現這些事件 你有沒有印象 在我們國小的時候 那時候很常出現什麼看護 揍老人啊什麼 老師在幼稚園虐童 但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 好像大家越來越關注這一塊 一直在減少 只要大家關心 我們就會進步 像這一次我相信 這麼多家長站出來 因為他們之後 好像七月八月 有一個類似遊戲 替自己發生的一個活動 我相信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大家對於私立的 對小朋友 然後包括可能收費標準啊等等 大家也會越來越重視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越來越好 因為像我們這次在查資料的時候 其實也發現 很多人有討論到私立幼兒園的老師的 待遇的這一塊 他們壓力第一個很大 然後他們的薪水其實相較之下是非常低的 嗯 從國小甚至到高中好了 他們可能就是一入職應該就 四萬甚至五萬的一個薪資 但是幼兒園老師就會一直卡在 三萬到四萬這個區間 然後還有天花板 對也很難再往上 但他面對的是 像我這種小孩 對 真不懂事的人 對話 我就小孩小孩怎麼會有懂事 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有一個小孩幼稚人 然後跟你講什麼 詩說孔子約 我覺得這小孩很可怕 你不是小孩 你是外星人 我覺得小孩應該有小孩的模樣 但還是不要像我們一樣這樣 還蠻好奇就是你 怎麼看待就是 什麼導致幼稚園老師的薪水會這麼這麼低 那現在就是 少子化嘛 然後也倒了一些 然後就是我覺得就是 市場供需的問題嗎 還是要回到市場自由經濟嗎 畢竟我們是資本自由的國家 這個地區的幼稚園 可能以前有10家 大概學生有100個 那這個工序是平衡的 這加上全球通膨的物價也一直在漲 可能幼稚園現在倒了 剩7價 這個地區的小孩可能剩50個 學生數變少了 那這個分的又很不均嘛 有些地方 他可能學生特別多 有些特別少 那特別多地方的老師的薪水 跟特別少地方老師的薪水 可能就差一點點 但是特別多地方的老師 他負擔的量可能更大 但是我幼稚園 我是園長 不是我是負責人 我沒有更多的人士 非要再去請一個老師 再去協助你 我會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我會覺得 你就做得來的事情 我已經多給你 比可能隔壁間好 一個兩三千塊 你就多做 那你不做很多人做啊 反正現在還是那麼多的流浪教室 所以我覺得回到問題最本質的 關鍵還是市場工序的問題 這一直都是各行各業存在的原因 那如果政府今天介入 比如說公立幼兒園 或者是非營業幼兒園 越來越多 讓大家都更有機會抽到錢 有可能改善熱線況嗎 可以啊 那這個就讓政府自己去做 而不是政府出來說 零到六歲國家一樣 應該說政府不要甩鍋給 你們幼稚園收費太高 私利的 欸不是我自己要承擔 我本來就是出來盈利 亂譽而已啊 可是如果今天政府這樣做 會不會相反的壓縮到了 私利二 對這個又會了 因為譬如說我拿中國來舉 中國從去年開始很多的供銷社 很多的國營食堂 國家的自助餐 那它的價格 絕對比中國的民營的那個 市場便宜 而且這樣就是會 壓縮 國營單位在跟民營單位在搶 那如果萬一哪一天這個都搶光光了 因為我其他的私利人都倒光了 然後倒光那我價格 我自己再壓上來 你們還是得跟我吃啦 但是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台灣政府 全部都在蓋優子園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會壓縮到我們的自由市場 第二個 其實費用還是差不多啦 那只是說家長付的錢少 那付的錢少的這個水誰來補 我們那是人嗎 還不是我們要來補這些錢 只是說換的不同的金錢 你看起來比較舒服 就像我們那時候講到汽車這個稅收問題 我今天就算把這個貨物稅拔掉 我就是要有其他的稅進去補 那我今天蓋了這麼多的幼稚園 讓所有爸爸媽媽們都可以 很便宜的繳了這些學費 但是他便宜繳背後 大概就是政府幫你出的這些錢 那這些錢 所以為什麼歐洲的稅那麼高 如果我們想要有歐洲人的福利待遇的話 你願意繳到可能50%60%的稅嗎 而且那個時候在歐洲可能這種私利 他就可以真的做出一個非常極端的就是 我就是做最精英教育 比如說像Haffle啊什麼的 你願意花錢你來 那你不花錢你也不用在那邊搶破頭抽錢 因為你的小朋友一定有一個很安全 然後也是符合你薪資結構可以去負擔得起的一個地方 讓小朋友去不管是托育或是教育也好 就像北歐有一些大學是免學費的嘛 但是你相對的就要付出更高的稅收嗎 聽起來很共產 就是共產不是一件壞事 其實共產的本質不壞 只是說因為你要執行 共產必須要有一個大政府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每個人都自私 所以為什麼會演變到說 共產就必須得是極權 因為你不小心就會走到極權 所以有人說會不會AI越來越發展的時候 讓AI來當這個政府 AI不會有私心 他不會判斷錯誤 但是這個共產就是目前不適合我們人類嘛 別人會自私 也不是說人會自私 我付出的努力比你多 為什麼你拿的薪水跟我一樣 我不爽嘛 這是問題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回到 這是我們的財政是不夠養的這些老師 所以我們要給他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不是可以特別學校請一個專員 去專門做這些事情 不要這個老師他又行政又要教學 然後又要去做導務 換更多再細一點 很多學校老師都是要無常做那個導務 6點 6點半就到校 放學4點 5點也要做導務 那這沒有薪水 這樣講一講 確實除了經濟面 然後剛才又講到 連資本跟共產都會有差別 然後稅收也有差別 這個面向非常非常穩廣 對那我相信我們觀眾應該有一些可能是 自己是幼教老師 或者是你可能是義務教育的 國小國中高中的老師 我覺得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老師們到底面對了怎樣的困境 然後大家就是怎麼看待 這是這個採紅藥水的事件 我們可以理性公偷理性的討論 對我覺得我們這集比較在討論 法理層面吧 比較少這種情緒的用詞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想記得去看我主頻道 如果不喜歡我spot 下次見了 Bye 但我還是不敢生小孩 我還是覺得它好貴 講到這個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還想多玩一下 可是沒有能力去養這個小孩 其實也有蠻多人會有這種想法 現在很多年輕人不生小孩 我就把這些錢拿去儲存 體驗一下 還要去兩次日本三次韓國 現在還蠻多的都是 我先把我自己的人生清單做完了 我再來生小孩 但是可能以前是 生小孩這件事情是在人生清單之前 那我們把一年出過兩三次旅遊的所有費用 還有你去買奢侈品那些的費用 拿去養小孩 我覺得這是選擇問題價值觀的問題啦